荣芳 小心 放开 放开我 你这个汪八蛋 老子辛辛苦苦替你打下了半冰江山 你这个兔崽子酸体老子 有种你给老子单挑 老子今天没打死你 老子死不灭亡 慕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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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容你怎么了 慕容 慕容 慕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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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兔崽子 老子当初就应该杀了你 大夫 快去叫大夫 四少 四少 近日老子 biz人 可不出了 可不出了 手 怎么样 伤口缓伸 而且失血过多 需要马上手术 有把握吗 他是我回国后的第一个病人 放心 你先出去等一下 有你这句话 我就把它交给你了 准备手术 四少 都报好了吗 通电全国的内容已经拟定好了 四少 要不要过目 念了 是 望州省统治徐志平 影城铁路驻房统治常德贵 二人曾与先父共事多年 封自寿氏以来 又多有乙壁 寄望殷切 而徐长二人 彭比为奸 意图操控 把持政务 拥兵自傲 目无军计 多有宽纵属下 危害地方之恶行 四少 是否就按这个稿子 通电全国 北边有没有消息来 还没有 不过 程司令的两个师 已经不防在浙平之望城 铁路沿线江霜起的部队 虽虎视眈眈 倒也成了一个牵制 量虚长二部 也不敢轻举妄动 眼下留着他们 四两国千金 等腾出功夫来 看我怎麽手势 是那个小将的 北边也有消息 马上通知我 是 司长